新竹县关西镇牛栏河近年污染事件频传 从去年端午节前夕暴出于虾群暴毙 上月又河川出现大量泡沫 也有死鱼 死虾被在地民众视为生态浩劫 今天在地人发起守护牛栏河公民行动会议 其能引起政府正视 守护牛栏河公民行动会议 今天在关西老人会馆举办 李长代表及社区发展协会 关西镇江土文化协会 陆江教育基金会新竹县副议长 陈建坚特助许于新等单位前来参与 表达对境的重视 新竹县环保局长黄诗汉表示 上月的河川出现泡沫 主要是因桃园有家工厂发生火灾 有清洁剂流入水中 至于去年渔霞暴毙 经过调查研判为生活污水造成 关西镇明代表会主席刘德良表示 上个月牛栏河部分河段出现大量泡沫 还出现大量死鱼 死虾影响在地名声用水 政府应要找出污染源 还给居民干净的水源 新竹县生态休闲发展协会总干事刘成胜指出 由于上游工厂多设在桃园 一旦上游有污染连红影响至下游 且只要发生污染事件 造成与种大量死亡 如龙潭区牛栏河桥至东安桥 无以静免 对生态食物链影响剧烈 关系证明罗公其说 不少工业的在半世纪前就划设 位于水源区 但多年来却无相关配套措施 工业废水镜自拍入溪中污染环境